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今天呀,咱们来到这河北湘河的后土门楼村 寻访一下这北宋边关大将杨叶的墓 不知道杨家将的故事的中国人呢,我看是不多 评书中啊,最为忠肝义胆的将军 我看就得说是这金刀令攻杨继叶了 位阵边关啊,让辽军是文风丧胆 契丹兵啊,都称呼这杨老令公啊,为杨无敌 其实呢,跟评书里说的他不一样啊 他可不叫杨继叶,他的原名啊,叫杨叶 是北宋太宗时期兵官的名将 全国各地啊,号称这杨无敌墓的那可真是不少 山西啊,可兰县的杨叶墓 武寨县的杨太师墓 武台山的令公塔 河北省唐县的杨叶墓 还有啊,就是这香河县的杨令公墓 其他的地方啊,我还真没去过 来这儿瞻仰啊,那也是机缘巧合今儿路过了 说来这杨令公啊,他本不是北宋的将军 杨叶啊,原名叫杨崇贵 从小啊,就跟随着北宋的士祖刘崇 刘崇很喜欢自己的这位年轻爱将 自己又没儿子啊,干脆收了杨叶为干儿子了 并且呀,给取名为刘继业 大概呢,是想让这杨叶呀,继承自己的皇位 谁料想啊,他世事多变 最后呢,继承这北汉政权的 却是这刘崇的另外一位干儿子,叫刘继元 关于这杨叶投降北宋啊,始末他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大概呢,就是劝祥说和起义说 无论这两种说法啊,哪种是正确的 也不影响后来的杨叶是一位蒸蒸铁骨的将军 这个事实,杨叶降宋以后啊,战功卓越 深受宋太宗的赏识 同样呢,这也就啊,引来了边关一些 碌碌无微的将领的嫉妒 北宋太宗的雍西三年 朝廷的军队啊,又在这燕云十六州 让这契丹兵一通垮抽 大宋皇帝啊,决定把这云州 映州,环州,朔州 四州的老百姓啊,迁途到中原内地 即便啊,失败 给这契丹人呢,也留下的是一座座空城 大将军潘美,率领部下杨叶王申 负责掩护老百姓南迁 那时的辽国萧太后啊,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萧绰 萧燕燕 非常有手腕的一位辽代太后啊 太后当然明白了,这没了百姓啊 那空城是毫无用处 便派下大将军,耶律携枕 率兵啊,追击宋军 杨叶呀,受了这王申的激将法 为了掩护大军百姓撤离 率领本部军校苦战葫芦口 将军在身负三十余伤的情况下啊 仍然单人毒计 杀死弃丹兵数百啊 最终啊,因坐机重箭 才掉落马下被敌军俘虏 宁死不祥,绝食三日而死 耶律携枕呢,砍下了杨叶的头颅 为了鼓舞士气啊 在各营当中传汉 其实啊,这也好理解 这耶律携枕的意思啊 是让士兵看了杨叶的头颅之后 好鼓舞士气 在心中啊,打破这杨无敌的形象 杨叶呀,和这个小村子的故事啊 才刚刚开始 话说这杨叶呀 派人到北国盗取杨老令宫的遗骨 顺着运河呀,跑到此处 眼看着追兵将至 便将这海骨啊,草不草的掩埋在这儿 并堆起了土楼啊,做了地标 后来才有了这土门楼村 明代呀,有杨氏后人 被封河西武 距此地呀,很近 就想把令宫的坟迁到祖坟去 后来的,香河县令苦苦争取 才把令宫的遗骨留在了香河 将这土楼内的遗骨取出 葬在了香河南门一里处 直到几年前 有杨氏后人在这里呀 为令宫修建了巨大的石像 来纪念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 其实呢,这故事啊 听起来呀,漏洞百出 稍稍有历史常识的朋友都会知道啊 宋朝哪有这条运河呀 辽南京的运河水系也不在这个附近 在辽朝啊 这里啊,是辽南京的皇家猎场所在地 怎么会有人把海骨埋在这儿呢 还留下了明显的标志 一座土楼 有建楼这回子功夫啊 再往前跑跑出了天津 那可就安全了 就进了大宋的国土楼 这段杨家到海骨的故事 据说是出自湘河县县制 我呀,只看过康熙版湘河县制 并没发现呀 对此有所记载 最让我怀疑的呀 就是这海骨的葬法 这种啊,焚商建楼的葬俗啊 那明显是元朝 蒙古人埋葬战士的做法 您记得河北孤原的梳庄楼吗 那不就是这种埋葬形式吗 所以这土门楼村的土楼 原来葬的很可能是一位蒙古将军 杨叶是让我钦佩的英雄 至于他到底葬在何处呢 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因为啊,这将军百战死 何必麻格果实还呢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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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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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